一个波罗 学佛呢 从摄山开始 摄山圆满就成佛罗 菩萨五十亿个阶级 小城四国四下 没有离开摄山业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这个四世真相 才真正可能发现了 认真去学习 这真正是 砸圣贤的根 把自己学习祝佛如来 学习大圣大仙的 基础顶顶好 往后一帆风顺了 之所以学不好 就是基础没有功夫 这一般人真的好高无缘 学习一些金嫩 不着实 像盖房子 没地基 盖的一半高 它就摇摇晃晃了 这问题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老祖宗 非常重视杂根教育 道理在此地 那我们今天 一般人的时候 却可以说 绝大多数的人 把杂根教育俗获了 纵然去讲 没有真就干 真干就真的利用 真干 那真的是 佛经上讲的善业 不肯真干 还是我也 纵然学习 可是在生活当中 齐心动念 淫于造主 还是搞傻大勇王 这就是不扎实 所以灾难不能避免 真干 投一个 我们身心健康了 疾病 疾病 没有了 我们现在 讲的这一段 是讲偷盗 讲道心 下一段 讲邪淫 讲邪淫 我在这里想 我想到 大陆上 彭心大夫 他有两次讲音 讲得很好 我们听了 很受感动 讲道理